請坐 大家請坐 感謝神 這幾個月來 我們一路的講幸福手術 來大家預備好了嗎 以福手術告訴我們 在基督裡長進的人 我們從第一章講到 在主耶穌基督裡的人 跟你應該很有印象 幾乎每一切都有在基督裡 在基督耶穌裡 在祂裡面按住祂 在愛子裡 這些字眼幾乎每一節 第二章呢 當你繼續往前走 你信主一些年日回頭望 以前的你跟現在的你應該不一樣 從前你怎麼樣怎麼樣 如今你怎麼樣怎麼樣 當時你是在罪惡過關之中 現在呢你已經以主一同復活過來 是復活的新人 你是新造的人 那你不應該停止在這裡 第三章我們進入 深知基督奧秘的人 我很擔心 如果你信主十年八年 基督的奧秘 是什麼 有問題 你怎麼長進 你必須整理一下你的信仰 那你剛剛知道基督的奧秘 你滿腦子聖經的知識 就可以了吧 我看他也不理想 保羅透過以福所述 就帶領我們 你要朝著滿有基督長成的聲量 的方向前進 你應該是有基督聲量的成人 長大成人 那你怎麼樣長大成人 你需要聖靈 需要聖靈的恩赐 需要聖靈的充滿 那也因聖靈把恩赐 賜給某一些人 特別是像使徒先知 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 他們是在幫助你長大成人 那我們就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 然後我們就得以長大成人 所以整個關鍵 你不能停在這邊 在五章十八節可以說是一個很關鍵性的時刻 也可以說是一個轉折點 我更祷告祈求 這是你我人生的轉折點 乃要被聖靈充滿 保羅不是隨便殺出一句話 他在神的帶領之下 一步一步的引領我們進身提升 然後在第十八節 他先說你們要愛世光陰 不要再浪費時間 不要醉酒 不要做糊塗人 乃要被聖靈充滿 那為什麼呢 其實在這之間 我再一次提醒 保羅分成四個方向 要我們看見你前面的道路 首先呢 對自己 你的言語行為應該怎麼樣 那現在呢 我們要轉過來向上對神 你沒有聖靈充滿 你怎麼樣面對這位神 你怎麼樣去讚美祂 感謝祂 敬拜祂 你可能講你在讚美 但是可能你只停留在唱一唱詩歌的層次 我也發佈到 我們重新學習道道 我們要學習怎麼樣讚美敬拜 這幾十年來 我越看越痛心 我覺得教會的音樂的光景 根本是好像 排山倒來的倒下去 至於讚美的敬拜 有沒有提升呢 我打很多個大大的問號 你這樣又唱又跳是讚美嗎 不要再騙自己了 我們應該怎麼樣做 那這座呢 你如果懂得對神 在聖靈的代理之下 你要面對自己人 誰是你的自己人 你的另一半夫妻 還有父子 或者說父母和兒女的關係 自己人 骨肉之親 還有守住之情 接下來呢 主人跟仆人 用今天的角度很可能是像 老闆和工人 或者經理跟下屬 然後就進入屬林的整章 那今天呢 我們藉座上一次 從第四章一直看下來 來到第五章的十八節 乃要被聖靈充滿 第十九節 當用詩章 宋詞 靈歌 彼此對說 口唱心和地 讚美主 凡是要奉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名 常常感謝父神 又當純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服 其實只有這三節 把我們引到向上對神 那十八節說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大 乃要被聖靈充滿 我對酒啊 沒有好感 你不要互惠以為 我很了不起 騙人精致 我不敢這麼做 我也不是看不起喝酒的人 但是我只是覺得 酒很難喝耶 你涼茶很難 很難喝 但是你不明白為什麼 有人要喝 聽過黃詠玉嗎 不懂 當今呢 中國最有名氣的畫家 湖南人 他還講 九十多歲的高齡 我看過他很多的作品 但是這個人不只是畫 還很會寫 他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 不喝酒的人談酒 那你 骨根一下去讀一下 很有趣的一篇文章 你有沒有聽到 最近高考 中國的高考 作文拿滿分的題目嗎 新加坡人呢 新加坡人呢 什麼都不理 只會看錢而已 作文呢 高考拿滿分的 講酒 而整篇文章 他沒有用到酒這個字 高 滿分 上谷歌看一看 不然怎麼長進 如果你們好好讀聖經 我也很滿意 那醉酒 是怎麼一回事 我沒有經驗 那是我請教過 曾經醉過酒的人 很有趣的 當聖靈降臨的時候 《使徒行傳》第二章 第四節記載 他們就被聖靈充滿 按照聖靈所賜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 第十一節 都聽見他們 用我們的相談 講說神的大作為 十二節 眾人都驚訝 猜疑了 彼此說 這是什麼意思 還有人績笑說 他們無非是 心酒灌滿了 我想 聖靈充滿 跟喝醉酒的表現 可能有一點相同的地方 盡情吧 酒一喝多 話就多了 這個人就開始亂了 我沒有醉 我不會 其實他已經犯罪了 那聖靈充滿的人 感謝神 我們就在領你 我們可能做一些 不大可能像大威那樣 又唱又跳 連他的女兒都看不過 但是我相信 但是我相信 我們應該在聖靈裡 盡情 不要再激俗了 Let go 然後把那最美的感謝 送在 歸給我們的神 那這是一種很奇妙的經歷 那如果你看以弗所述 第四章的十七節到五章的十七節 兩個方向 對自己跟對人 你應該怎麼樣 我們上次已經用了一些時間 講對己還有對人 第十八節被聖靈充滿 如果你要長盡 當然你要追求 我鼓勵你多看書 我鼓勵你多去了解 多領受 多看 多聽 多學習 多拜師 我很多老師 很多人唱歌唱歌 不拜師 我一聽我說 你需要找個老師 什麼東西都要老師 你有老師 你就走得快 學得快 學得對 學得多 那我們更需要聖靈 如果沒有聖靈的幫助 我怎麼接觸聖靈的脖子 沒有聖靈的恩賜 我怎麼有效的服侍呢 當然你有責任追求長盡 但是神要幫助你長得更快 做得更好 聖靈在做這個工作 然後接下來對神 你更需要聖靈 因為只有神的靈 撐透人的心 你才能夠明白 才能夠了解 才能長進 藉重呢 對自己人 那我說 更需要聖靈 你靠自己人 你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當我們看了 被聖靈充滿 那我再幫你們整理一下 對自己呢 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 用愛心說誠實話 總要說感謝的話 你會很謹慎的行事 像智慧人 愛心光陰明白足止 我讀小學的時候 小六畢業 很流行寫紀念冊 你們以為嗎 你們的紀念冊還在嗎 有些人早就不能丟到那裡去 我的老師給我兩個字 喜今 愛心今天 現在 喜今 愛心的喜 今天的今 這兩個字呢 牢記在我的心裡 你今天糊裡糊塗的過去 你就浪費了一天 包括我們沒有一天是浪費 沒有一個小時是浪費 沒有一分鐘是浪費 明白主的旨意 這應該是我們一生追求的目標 我只要問一個基督徒 請問你知道主的旨意嗎 你知道主在你身上的旨意嗎 我看很多人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這個有一點可怕 因為在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節 主義書怎麼說呢 不是叫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進天國 那誰才可以進天國呢 唯獨 什麼 遵行 你先要知道 你不知道你從何遵行呢 主的旨意才會進去 所以你需要有智慧 做智慧的人 知道主的旨意 你需要聖靈引導你知道主的旨意 那你也要追求 不然你很多不知道 接著呢你對人 當然如果你有對己的這些裝備 你就容易對人 你怎麼對人呢 被聖靈充滿的人 被聖靈充滿的人 以恩慈 憐悯 饒恕對人 彼此順福 饒恕容易不容易啊 你肯饒恕嗎 我看你們很少宣布主導文章 主導文章 主導文章 不像債那樣 所以我們說 罪債 但是為什麼用債呢 我們不大肯承認自己的是罪 也不肯赦免人的罪 雖然這兩個字可以通用 還有彼此的順福 接著我們還要看夫妻 妻子順福丈夫的問題 但是反面呢 不是被聖靈充滿 而是邪靈來 這些人他講什麼話呢 有時候在巴士車上 一群學生上 你聽他們講話 說滿口出花 現在好一點 但是你在咖啡店裡 真的不能進而來 因此妄語 邪惡糊塗 醉酒放蕩 苦毒惱恨 憤怒惹 毀謊 惡毒 這一些呢 都是一個寫照 但是我們已經離開以前的那個光景 可能我們對自己對人 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 我們彼此鼓勵繼續的追求 把不到我們被聖靈充滿 我們活出基督所應舉的 豐盛的生命 但是別人怎麼樣 我們盡量 我們盡我們的本分的責任 全福音 包括他們也快快的得做救恩 他們也跟我們一起 在同一個方向 同一條道路 以主同行 一同的追求 然後 借助 被聖靈充滿 你怎麼對神呢 我把它整理一下 總結一下 口唱 讓心和讚美主 常常感謝父神 崇敬為基督的心 彼此順復 這個是對神的基本 我們要做的 但是你看 整個層次 我們所看得到的 特別是這個月份 雖然拜拜已經減少很多 但是還是很多 剛才我上電梯的時候 我以為一個年輕人 也是要上了六樓 但是他去二樓破刀 你知道今天二樓在破刀嗎 我心裡面很多感觸 淫亂 誤會 貪心 拜偶像 悖逆 疑昧 服辱 但是你怎麼說 你指責他們 他肯定沒完沒了 且即便和 但是我們求主給我們 機會 給我們口才 給我們當說的話 給我們適當的時機 把福音傳出去 求主憐憫恩怠 然後我們更需要聖靈充滿 來對自己人 做妻子的順負自己的丈夫 做丈夫的愛妻子 兒子孝敬福 父親養育兒女 婦人聽從主人 主人善待婦人 那我們要用好一些時間 來講這個課題 我們在道回 第五章十九節 當用四章 宋慈靈根 彼此對說 口唱心和地 讚美主 當我讀神學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科目叫敬拜學 教會怎麼敬拜 主耶穌之前 猶太人怎麼敬拜 主耶穌的時候 猶太人 法利塞人怎麼敬拜 外邦人怎麼敬拜 主耶穌為我們成了救恩 聖靈降臨 教會成立 初期教會怎麼敬拜 他們天天的 繼續 敗禮 創世 永禪 然後 保羅 建立了教會 他們怎麼敬拜 十六世紀 宗教改革之後 教會怎麼敬拜 這個是敬拜式 十八世紀 西方的宣教師 勇去中國 他們把怎麼樣敬拜 帶到中國 所帶來的是正確的 還有今天我們怎麼敬拜 這裡 告訴我們 當用 詩章 宋詞 靈歌 你們有用嗎 什麼叫做詩章 怎麼叫宋詞 什麼叫靈歌 還有哥林多前書十四章告訴我們 你們聚會的時候 你們聚會的時候 有什麼內容 可是似乎我們不看聖經 聖經講什麼 管他 我們做我們的 但是 我敢講 我去最多教會 你知道有一些教會 聚會的時候 健身超時恩重 對嗎 這個是聚會當作的事情 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告诉你聚会的时候 我们来赞美唱 你可以赞美 但是你的目的何在? 操练身体 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 我不是那么古板 一定要讲古典音乐 不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到底是怎么样 所谓唱灵歌对不对 坦白说我越看越不对 因为唱灵歌你唱什么呢? 主啊 我们唱灵哦 我们唱灵哦 你唱什么东西? 这个在音乐上叫什么? 有多少人学音乐 没有人学音乐 你们学什么? 这个在音乐上叫Apichu 就是Dot, yin, so, do 很单调的音乐 但是还比佛教的好一点 因为佛教的几乎是 Dot, la, do, la, do 就是这几个音在旁边 我们好一点点 你说这个是圣灵爱的吗? 我说不是 神给我们七个音 为什么你只用四个? 我可以跟你分析一首诗歌 告诉你 怎么样看出这是圣灵所带你写出来的诗歌 因为余悦有悦理 是神所定的 文有文法 你不会乱讲乱写的 物有物理 病有病理 都是从神来的理 你违背这个理 对不起,我直接讲你错了 诗章,颂词,凌歌 然后呢 彼此对说 我们有没有彼此对说 有时我看得很可悲 台上唱他的 台下做他的 我深刻看到 哇张美啊 哈利路亚朋友来 他还记起 你好哦 为什么这样子才来啊 我看在眼里 真的笑错什么心灵已诚实的 敬拜 我告诉你哦 你说人家拜偶像 但是他假神真拜 他拜得很真、很诚 但是可惜他拜错了 我们讲 我们拜真神的 但是真神假拜 我说那可恶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地 赞美主 你有没有口唱心和配合 我一问起 刚才唱的是什么 没有影响 可以 可见你 有口无心 你不懂你该唱什么 凡是要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这是 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我相信你们都很熟悉 当了万世感谢进入耶稻瓜的门 当了万世感谢进入耶稻瓜的门 神透过诗人 教我们怎么祷告 怎么赞美 怎么敬拜 首先呢你要入门 当要满心 当要满心 称谢进入耶稻瓜等门 你要进门 你怎么进门 你怎么进门呢 带着感谢来进门 你不能够空手的来 为什么你感谢 因为他本为善 因为他本为善 但是很多的赞美敬拜 没有感谢 忘了感谢 然后接下来 带领的人 要带领你入愿 从外愿进到内愿 赞美他 为什么你赞美 因为他本为大 其大无可测度 那你要赞美这一位 无限的 其大无可测度的 你不能够用理性 用文字 用悟性 来赞美 因为你一用悟性 你就限制其大 你要用方言 但是我们很少 这方面的教导 然后你往前穿过曼子 这个曼子 已经因耶稣基督裂开了 你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做什么呢 去生敬拜 然后违约你们听主的话 那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其中一种敬拜的方式 但是今天你问带领的人 你为什么这样带领 你为什么选这首诗歌 你得到什么答案 我听啊 我会唱啊 他完全没有圣经的基础 但是他带领我 我告诉你很简单 虾子领虾子 但是我们每个礼拜继续做 没有人反对 只有像我这样的人讨人厌 我越看越 我越看越 真的是 我不得不讲 我已经够老了 我再不讲 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讲 我们今天如果论音乐水准 太长了 带领的人多少个会看譜 你连谱都不会看 你谈什么音乐 如果你说圣经的基础 有没有看到立位记的基础呢 没有 那是敬拜最重要的基础 那么 我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事 因为父差子来 主成全的救恩 圣灵引导我们 叫阿爸父 引导我们来信耶稣 那这一个圈子啊 我们必须循环的进入在其中 重做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的顺服 所以你看啊 感谢父神 敬畏基督 彼此顺服 那这一些哦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保罗在这里哦 他只用三节的敬畏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以弗所书 整本书啊 你可以从以弗所书来学习 祷告 你也可以来学习 敬拜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 我们也有许多的敬拜 那你要学习的 还有每一本书呢 几乎都告诉我们怎么祷告 怎么敬拜 但是我们都不去看这样的 给我们的这些提示 二 makes 明note act 当我们对神之后 和我们不Check 神要引领我们了